总是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 做什么都很没有自信 我该怎么办 这是个好问题 我怎么觉得一般有这种焦虑的人 就长得一般都还挺好看的 其实台下我也是特别没有自信的人 是特别特别特别没有自信的人 而且很内向 对 而且确实很内向 就经常看大家在聊 然后我就是也张不开嘴 也跟不上溜那种感觉 不过确实是 以前因为我没有见过你的时候 就凭印象 荧幕上的印象 我会觉得你性格特别张扬 对 但是我见到你以后 我发现你就是个不说话的小羊 就是有点那样子 对 所以说其实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很多很多害羞 或者是很多不自信的人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觉得自己 我这儿好像还不够美 那儿还不够美 只是你们都不知道而已 我觉得就是 美丽的标准没有错还是对的 人就是人 别管 别的人的想法 要找一个方法开始爱你自己 对 我都爱自己是个对的 是 我出道的时候没有女生有短头发 还是很少 你出道的时候我头发也很短 为什么不在 不好意思 但是女团很少见 因为你真的就是很独特 你一眼会看到你 就是很中性很帅气的打扮 人的想法不管 是你的想法是最重要的 对 我们也都是 有自己不自信的那一面 但是专注听自己的声音 然后听你在乎的人的声音 但是要去判断他说的是对或错 单身多年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我该不该将就 该不该将就 我觉得不该吧 不 你们要看下面那个注释很重要 来自我已经33岁单身女青年 但是不要被那个数字捆绑 他特地划出这个注释呢 其实就是他的这个纠结 也是因为他对于自己年龄 和这个社会上对于这个年龄的 女青年的这种认知 以及可能会施加的压力 如果他23岁 他可能就没有这个烦恼 到了33岁父母会催 朋友会比较 谁愿意将就呢 但是请大家知道 现在这样的人非常多 你并不孤单 非常多 所以不要害怕 不要因此而被吓到 不要被你身旁人恐吓 因为真的非常多 如果很多大家扎堆做乐队吧 名字就叫单身女青年乐队 然后编号1234567 你知道吗 该不该将就这件事情 其实我不会不鼓励 因为你将就了 搞不好你本来觉得 你没有很喜欢的人 因为时间培养 你发现了他优点 我觉得是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完全不能够 就直接 一开始你就认为这是一种将军 对 我觉得一见钟情 然后日久生情 这两个东西都成立 就跟搞乐队一样嘛 先组一个 不行再换嘛 对啊 对啊 我们都可以用乐队 用乐队的概念去换 对吧 乐队不也 它也得换嘛 还有有的乐队主唱 盖好几个乐队呢 当然我们不鼓励这个盖啊 因为有好多的乐队主唱 但是同时两到三个乐队的主唱 对吧 当然这个不鼓励 但是就是如果不好可以换 对 对